或許在別人的眼中 他就是那樣的人 例如可能就是對愛情不專心 或者是比較性開放的一個人 是啊 有這種角色 世界上什麼人都有 然後其實在中山其實跟北部其實還是差滿多一點 觀念比較開放的感覺 在我們學校其實不常看到 就我們可能遇到小孩會 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女生怎麼不把她愛護自己之類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會忽略到她的另外一面 其實她很堅強 她很為朋友著想 然後她其實很善良 就是可能到任何人在觀看某一個面相的時候 你會忽略到她其他的方向 但是等你仔細地認識這個人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她很可愛 然後她的這些優點會 會讓你覺得她的缺點並沒有這麼糟 欸 我跟你說一個故事喔 有一天呢 有一個人叫我喜歡你 有一個人叫我不喜歡你 他們兩個人呢 走在路上 我不喜歡你 被車子撞死了 那剩下誰啊 困難的話就是 情緒真的是放很開耶 就是罵髒話 然後裸露 然後 對什麼 都是要比別人再放大一點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 室友你能畢業嗎 加油 室友你能畢業嗎 希望大家能夠順利畢業 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謝謝